花莲市公所清洁队举办10月份的庆生会 市长威嘉贤除了制正生日蛋糕 也特别亲自表扬了全国模范清洁队员郭黄松 还有吴庆展队长也荣获了全国模范清洁队长舒荣 市长很感谢清洁队员们为了维护花莲市容 及居住环境的奉献和努力 也期许所有的队员们能够继续加油 行政院环保署日前举办111年 全国特优及模范清洁人员表扬典礼 其中花莲市公所清洁队员郭黄松 他获颁了全国模范清洁人员奖项 而花莲市公所清洁队长吴庆展 也获颁了全国模范清洁队长的肯定 市长威嘉贤特别前往表扬祝贺 今天我们利用庆生会的时间 也跟我们所有同仁来表扬我们郭黄松郭大哥 他在全国清洁队的人员里面 也选拔代表花莲县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全国的殊荣 再来就是我们清洁队的吴庆展吴队长 他也是全国十大模范清洁队队长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也对清洁队这几年来的努力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也希望期许我们更多的同仁们 虽然我们郭黄大哥有获奖 但是这个奖项是属于我们全体的一个清洁队员所贡献出来的 那再来还有我们清洁队吴队长的部分 那未来花莲县施工所会持续的把我们各项环境清洁的工作做好之外 也会要求我们同仁们在公安上面的安全 跟对于自己的一个教育训练的部分的提升 那希望未来清洁队能够越来越好 对民众的服务也能够越来越踏实 再次的要感谢这么多同仁过去的努力 魏嘉前市长强调清洁队的工作庞杂而繁琐 队员们除了每年春节可以休三天之外 其他的日子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都必须要出勤 市长也恳请乡亲们给这些默默为花莲环境辛苦付出的队员们 多一点的支持和鼓励 也不离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 介络会幻视报道